对我们来说,健康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 对胃而言,消除幽门罗杆菌是最需要的 因为幽门罗杆菌的存在对胃部健康构成了极大威胁 据统计,在我国因为幽门罗杆菌引起的胃癌发病率高达60% 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死亡率都让人恐惧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人受到幽门罗杆菌的传染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口口相传 这种传染主要是指日常聚餐、情侣接吻等情况造成的传染 卫生习惯不当传染,这种传染主要是因为变后不洗手导致 而且,如果发现自己已经惹上幽门罗杆菌 这三种食物最好戒掉,会加重胃粘膜的损伤 一、发霉变质的食物 一入秋冬雨水增加,天气潮湿容易造成食物发霉变质 尤其是甘果类的食物 发霉的情况主要是由于黄蛆酶侵入导致 这种食物一定要丢掉 发霉的筷子、切菜板等要及时更换 因为这些都会导致幽门罗杆菌的产生造成对胃的损伤 二、生冷食物 生冷的肉类也是幽门罗杆菌传染的来源之一 虽然说高温不能直接将幽门罗杆菌全部消灭 但是能一定程度地减少食物中携带的细菌、毒素 避免病存口入 所以对于生冷的食物一定要少量食用 减少感染幽门罗杆菌 减少对美味的追求 三、剩饭剩菜 很多家庭都有存放剩饭剩菜的习惯 其实这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剩饭剩菜保存时间太久 不仅营养已经严重流失 而且食物中会存在大量的细菌滋生 即使用高温加热 对胃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而且剩饭剩菜容易滋生黄蛆酶素 导致幽门罗杆菌的传染 对胃粘膜造成严重伤害 因此想要保证胃的健康 除了避免上述三种食物对胃的伤害 还要注意生活卫生习惯 多孕 对胃的伤害